27輛機車成群結隊 騎上台石線中慶路八段 還沿路狂暗喇叭 有的騎士和乘客 甚至沒有戴安全帽 大喇喇違規 百名沒在怕 一行人大陣仗 一路騎上高架道路 下扎道後又轉中華路 當時已經是六號深夜 剛好是大甲媽祖起架後 一群騎士想趁遭進活動作亂 但疑似稍早同一批人 就已經被遠景攔下開罰 整排機車呼嘯而過 這次數量更多 民眾直騎三四十輛改裝機車 騎在台中五七中華路二段上 發出刺耳引擎聲 大多數都沒戴安全帽 遠景到場取地攔下 所有違規騎士 光是沒戴安全帽的 就有85人 通報噪音車輛30件 還有18個人無照駕駛 加上其他違規駕駛行為 這群騎士 中共就違規了12件 遠景一條一條 當場舉罰 只是似乎罰不怕 除了無照駕駛能當場扣車外 其他騎士似乎被罰完後 繼續上路 等到警察看不到 又開始違規 近百名年輕人 趁馬祖照鏡 從改裝到違規駕駛 開單了還不怕 警方補充 針對騎乘高架道路的違規騎士 會在調閱監視器 循車牌舉罰 一個都不會放過 TVBS新聞陳出賢 魯維新台中報導 想看最完整的新聞內容 記得下載TVBS新聞網APP 警察和警察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